我最愛的一天 你遭到居然的祝福嗎? 白白TVO 兩歲了 好 各位观众 我们再回到体育场上来看看 双方的第二盘比赛的情况 应该说根据这次游泊杯 和汤姆斯杯比赛的这个规则规定 是单双单双单 那么大家可能会奇怪 怎么又是一场单打 这是由于德国队的这个 第二单打申克朱利安呢 等一会还要参加双打的比赛 所以鉴于运动员要有一定的时间 恢复体能以保证比赛的这种质量 和精彩程度 所以临时调换了一下 那么中国队上的第二单打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界冠军 谢信芳 他今年是25岁 身高1米80来自广东 德国队的申克23岁 1米73 目前是世界排名第10号 申克朱利安 这样大的比分呢 是1比0 中国队领先 这是游泊杯比赛的半决赛 第一场 第二场将在晚一些时候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钟 也是在这个场地上进行 是由中国台北队 同荷兰队进行交通 这两场比赛的胜队 将在后天 来进行 本届游泊杯比赛的冠军的争夺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 控制对方 申克也是 这两个点都是拉掉 结合突击 申克这个球也打得很巧 谢显芳身高1米80以上 也是身高必长 好球 车队这个队员 从大会提供的材料上看 在今年全英比赛 他进入了前16名 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2位 刚才字幕打的是第10 第10位 他这个大会给的这个是第12 然后接下来两次都是在这个 头顶这个位置杀直显 现在谢显芳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有关谢显芳打法上的技术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还是请陈岳指导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谢显芳的打法 以这个推压后长 点杀 重磅扣杀进攻为主 相对于站在来讲 谢显芳的这种打法的进攻性呢 比较强一点 他的触手速度比较快 触手比较凶横 那身高也更高一点 从刚刚开局到现在 目前来看 谢显芳对于分项掌握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大家注意一下对方呢 对中国运动的研究比较多 有两个蓝调成功 就说明说他对你的战术的路线呢 判断的比较清楚了 又来一个 这个德国的 申克 今天在比赛一开始呢 进入状态比较早 也比较放得开 压底线 往前搓 这球是 戒内 身高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 以5比3领先 在这个优伯碑的历史上 中国的已经是9次多的冠军 从77年 从这个84年一直到92年 中国是连续5次 从98年到04年 也是连续4次 获得了冠军 哇 投资的批杀呀 打得很有特点 这个 双脚起态扣杀 在里面用的男人 是不太多件的 也显示了 这个德国先生 良好的这种身体素质 确实有很多 也相当实力 所以有些人 陈尔老师提到 说这次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 女队比如说 韩国队 包括东道主 日本队 都认为他们很有可能 要考进决赛 因为大家知道 和中国队现在相抗衡的话 从女队情况来看 还是有一段差距 应该说 中国女队整体实力 在国际语坛 是一花独放 那么其他几十队球队 就看谁能够获得奖牌 谁能够 进入决赛 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那么韩国队 被淘汰出局了 东道主 日本队 失利了 包括 人们认为 也具有很强 冲击能力的中国 香港 也输给了 这个德国 那应该说 除了中国以外 现在其他几个球队的 水平 是不是通过 这次 游波杯的比赛 给人感觉是 日趋接近了呢 对 现在人是 一个是在新的赛制 前面的 这个整个世界的 这个格局 出现一些变化 现在一些 新赛代队 我们对新赛制 给他提供了 更多的机会 这是一方面 还另一方面来讲 应该是来说 这是韩国队来讲 这是整个的 士气没有打出来 自己的应用的水平 没打出来 像昨天南队 对马来西亚 有相当的 胜的机会 然后呢 最起码说是 把自己的正常水平 打出来 有位勇于斗 很多场球 包括他们的 第一个双打 对 最后的第一 会不成军了 会不成军了 最后一场 那个南单 南单 基本上在没打出 卡壳情况底下 把战队打过 这个在重大比较 这个是一个 很难出现 因为当时 马来西亚的 黄宗汉 由于跟舰断裂 这个最少要休息 六个月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等于人家少了 少了一个单打的情况下 还是把比分 把比赛拿下来了 所以这次 我们再回到 游波杯的这个比赛上 就是说 中国台北队 他胜了 这个韩国队 是打到了 第五盘 决胜盘 又打到了 决胜盘的决胜局 第三局 又打到了 二十平以后 最后凭借两分险胜 所以难怪 这个中国台北队 刚才我们介绍 一个是队员 这个相拥 这个身体 都撞在一起 异常兴奋 他们把这个 也归功于 二十一分制 带来的这种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中国队面对 这个新的赛 加上自己的训练 再研究 找他的规律 不能够大意 德国 这个胜了中国 香港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 并且是第一次 闯进四强 荷兰时代 张海利 输给了日本 第一单打 森的情况下 第三单打 他米仓也赢了 第二单打 是广赖输了 结果两盘双打 都输给了 对 荷兰 其实这次比赛 日本的士气 还是比较晚的 对 队员非常努力 观众也 给他们 加油 抢他的气氛非常好 这个 在日本像 除了什么棒球 包括排球 足球 都很受欢迎 那么没想到 在羽毛球的赛场上 也做了这么多的观众 特别是在昨天 男子 他们的佐藤 也有不俗的表现 是战胜了 陶菲克 印尼的第一单打 但是最后 还是由于 整体实力的原因 输给了印尼 第一拳 比较到现在 现实新方要注意一个 推后场太多 推高球后场 压后场太多 那对方的 我们对他的路线呢 可能他对我们 研究啊 比较多 多于我们 对他们的研究 尽管说 他们的比赛路线 我们也都看了 研究多 所以说 推压后场以后 他很快速的 拦掉两个 这两个比较强 比较避免 被对方 发到球 这部分 仗不上 有失误 他这个调动 先行方 压住他的底线 然后突击这一块 打得很果断 很果断 打球的特点 就像男子一样 现实新方 这个从前十一分 这个情况下看 自己的打发的速度 这个没有打出来 在第二个 战路上来讲 肯定要把 对方往前控制住 减少了 对方 拦掉啊 重板控制 让对方起高球以后呢 我们进行进攻 变一下 一开局 推压后场 有点作用 到后面来讲 后面已经不成功 现在变化一下 在这个前天 从新加坡队的比赛当中呢 现行方并没有出场 因为他这个腰部的 还是有些伤 当然呢 经过这两天的这种治疗呢 对比赛还是没有什么 太大影响 当时上的是 蒋燕角和卢兰 在打这个 对手比较弱的情况下呢 对年轻队员 在这种大赛当中的 经验的积累和锻炼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赛中 在运动员 比较早 早就有一个 2008年队伍的美亚 是有机会 那像张力 谢金方 他们这队员 多少都有些 带伤带病 修炼比赛的经常的事情 谢金方这个场地上呢 应该说还是 这个侧顺风 还要在控制对方 打到对方底线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力道控制好一些 往前逗小球啊 现在双方打成12平 所以像德国队这样的球队呢 尽管是历史上第一次 打到决赛阶段的比赛 第一次闯进四强 但是他能够进入四强 能够在这次比赛里边 有这样不俗的表现 也说明他的整体实力 在不断地提高 对 他刚刚 资本上打出来 世界上世界排名 这个 第十 而且从今天的目前场上看过来 他打球的非常兴奋 跑动啊 速度很快 强点 回球的速度啊 都连续连进 非常快 所以 有些球 那我们队的出其不意 好球 多半场的球啊 很难防守 深刻的队员 他打发后底线的打发 路线变化快 进攻比较凶狠 但是我刚才看一下 怎样 他还有一个 相对比较 很难得的一点呢 他往前备用 过度后场球啊 还控制比较好 这个也限制了对手啊 也限制了对手 进行机会 他越独立了对手啊 也限制了对手啊 三个 那只能半分 那只能半分 都要 这只能半分 眼线的 这只能半分 ат JENNY 我还会 尽快 在那 和 是 防守也很突突啊 机会 好球 所以每拿下一分 要打这么多十几个回合 可现在这个 这个深刻呢 也是具有很像 最起码他的这个移动 和扣球的速度 力量这方面 比谢先方变不差 谢先方这一组球打得 比较果断 比较坚决 因为在这个高水平比较战中 尤其是这个对手 比较状态 比较兴奋的情况底下 你的速度对抗能力 对抗速度一定要对抗下去 你如果老是慢慢的打的话 很难找到机会 这球他已经没有办法发展了 你用高质量的这种放网 然后往前戳 去造成他的这个 某一次回球的这个不到位 不到位 你就可以抓到机会 估计这一块打得坚决点 现在是仅仅领先一分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在日本东京体育馆 为您现场直播的 2006年 游博杯羽毛球比赛的 第一场半决赛 是中国队和德国队交锋 第一盘已经结束 张宁2比0 上了德国的徐怀文 以大比分1比0领先 现在是第二盘 也是女斯坦达 由于对方的这个深刻 要有奸向 现在是16比14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呢 谢谢方领先两分 谢谢方这几个球 抓住控制往前 站住还比较成功的 这个果断的推后 15比16 深刻的速度速度很快 刚才讲过了 他跑动比较积极 抢球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 跑动速度上 能够 因为从我们的声音来讲 比他高 这个时候不要老讲究 单纯讲究球的质量 也要讲究 注意 这个跑动距离的 这个 速度 这球判断不错 18比15 现在是连得了 两分 发一个小球 往前搓 界外 非常成功 应该说 陈老觉得在关键 这个较量的 规合当中啊 比分比较娇着的情况下呢 先前方把握战局的能力 对 最强一球 他控制往前 或者说避免了 那种对方 能够起跳的机会 战速角非常强 现在到了局点 哎 这球 脚步也跟上了 判断也到位了 但是很可惜 这个球没有救起来 现在比分是16比20 德国选手深刻 发球 这个力量小了一点 18比20 连续的平手快打 结果这球打 结果这球打在界内 这样21比17 谢先方就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 这样从局分来看变成了1比0 谢先方领先 第一局这个比赛 先前方在比分交错上升这个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时候 掌握住了 战速 先前方采用战速 就通过控制晚期 推压 然后掌握住机会 减少了对方的后坛进行机会 战速变化 来得到不分机会 所以战速弄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感谢 High Ja Story 先奔新一下 你学校 你学校 他们对方 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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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大跨步显示了深刻非常好的这种移动的速度 身体素质 弹跳也很出众 这个要求腿部力量要很足 深刻又是像第一局一样 先得到第一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跨上可能有出界的可能 以犹豫呢 这个动作肯定就会慢一点 从现在过来看 深刻的触手移动速度还是很快 所以我们对人必要跟他 最开始 如果说你把他那么慢一点的话 很多战术球的体现都出来 现在现行方主要是打控制比较多 对 主动的这种杀球攻击 让对方必须要改变一下你这个阶球的这个动作和节奏 应该说在逆分时候呢 推压后场更有力一点 但是从对于这个深刻来讲 应该还是应该保持坚持自己第一局后面的打法 深刻自己出现失误 你看端线的这个裁判打的是出界的手势 边线的裁判打的是界内 每个裁判就看自己这一条线 对 它忠实的体现我看的角度的球是什么样的 所以可见这个离得这么近 那判断上能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是带这个口令 这个世界上就是日本的视线 做爆分动作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夸张的 好吃 这个机会抓得好 这个还是由于你先突击一拍 速度也快了 力量也固然起来了 你迫使对方得 在退到后场当中回球 这个质量下降 你造成了往前扑杀的机会 现在比分是四平 把高眼球放往前 吊球 好的 关于头顶的一个点杀 其实陈生长在羽毛球比赛当中 这种变化还是蛮多的 有头顶的杀球 劈杀 点杀 搓 放 勾 平推 打平高球 控制后场 所以对这个羽毛球的 运动员要求还是蛮高的 我们现在的体力很高 到了第二局 仍然是进攻的速度很快 而且打得很坚决 刚刚说的这个生鹤 它是步伐移动速度 抢位 抢点的速度很快 这位它会制造一些 更多的进攻机会 这局深刻自己出现了三次失误了 一个往前 想一个平击 落网 判断刚才一个失误 这次又一个机球下网 这个也许它比较相对比较急躁的原因 也许是它体力有点下降的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教练是普斯特 它对这个风向掌握还不太 不是掌握得很好 心理上要急 因为打不是对方 他自己觉得自己就很困难 所以要想右拍出 就要想急得攻势对方 哇 这球掉的太刁了 深刻这个两边掉球 包括蓝掉手跟掉球 这个人是 它能力是比较强的 在第一局开局的时候 它提现出来 后来呢 它这个没有给它这个机会 限制了它 所以体现不太出来 在这往前斗小球啊 多发的情况下呢 应该感觉到 现行方的基本技术 能力还是比深刻要强 但是深刻它突出的这种身体素质 在比赛里面面对这个世界冠军顶尖的这种高手 敢于拼杀 敢于搏的这种打法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这两名裁判都是手势比较夺转的 这两名裁判都是手势比较夺转的 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留学生也赶到了东京体育馆 当时在仙台进行第一阶段比赛的时候 也有不少的中国的留学生和在那里工作的人员 包括这个国行的一些朋友们 也到这个现场去为诸国队助阵 现在第二局比赛打到了10比8 哎呦 这打得也很轻巧啊 对 它这个能力很强 而且它几次把这个球掉在这个现行方 前场左侧的这个地区吧 它掉掉球的 而且下单短按照的角度很好 可以掉在这个双打前发生球线之内 哇 突然加快出击这一番 变成时评 这几排球 现行方出球有点 盲目 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目的 战术意思不太清楚 所以被对方抓住了 连辙了三四分 这样11比10 是深刻领先一分 进入了暂停 从这个第二局的前11分的后半段看 现行方 速度上很明显的减慢 出球的这个战术意识性不是很强 所以始终被对方战局的主动 一或中板扣杀 一或掉球 就造成很多 这个被动啊 或者丢分 看看后面这个能不能够转变这个局势 应该是10比7 应该是领先 连续得了4分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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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11秒 10秒 这一局深刻出现了第四次失误 他的主动失误打得很凶 但是稳定性稍微差一点 这一局深刻的主动失误已经五次了 打这个比赛就这样子的 羽毛球比赛 就是相对的 你慢的就显出了对方快 你快的对方相对就减弱了 本来导演导也是很明确的指示 加上进攻 加快速度 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现在是12平 这个发揭发这个环节上一定要把握住 你看深刻这个球发的质量不是很理想 还有一个投场的高球 往前搓 机会 你这稍微快点 对方的节奏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就是 你拍一拍的 现在是会快的 进攻机会就这么多 指挥的对方 控制对方在打的比赛 他在随着你这球来倒出分 对 现在的比分是14比12 大家看到的是尤博碑的半决赛的第一场 这是中国队和德国队进行交锋 第二盘 第一盘是张宁以2比0 胜了德国的第一单打徐怀文 由于德国的第二单打深刻 要奸向双打 所以呢 把第二单打挪到了第二场来进行 应该是在第三盘 那么他的对手是中国的谢庆芳 也是世界紧描赛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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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他有六次鼓务数 鼓务数 积造 所以现在这局已经到了中后阶段 13比16 好球 投顶的正口位的这个批杀打得很有力 速度很快 深刻这个队员 你要是出去比较盲目的 放个被动高球 就是他起跳扣杀或者掉球 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下方一刺15 15比16 挺 这球打了一个追身球啊 没有躲开 这球是打的界外 界外 这个界外球 他这番攻的太凶了 实际上稍微控制一下点 这球已经机会来了 从第二局看出来 一开局看得出来 深刻有点急躁 别的急躁 尽管球错量很凶 哇 这给他提前判断到了 好球 最后是深刻把这打到界外 这一分得的不容易啊 这是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是21比17 谢庆芳获胜 现在是18比15 谢庆芳只要在跑动上 对抗速度上 跟对方持平 或者说略胜于对方 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刚才看 刚才这个多排 几乎几个多排打下来 都是最后谢庆芳占三分的 健内 也是在和第一局一样 在打到这个中段 十几平 十二平 十三平以后呢 谢庆芳把握住几次机会 我们现在又一次把比分 优势扩大到四分 19比15 把高眼球放往前 这个球不应该 一个是判界的一个界外 但是他这个球 我个人认为觉得 有点犯规笔的 他放完球以后 拍子举起来在前面 可能这个对现行方 有点干扰 他裁判没有判 还是判给了深刻 好球 这球打得聪明 再加快 这造成了他的失误 这样已经到了 盘点 这个第二盘 20比16 谢庆芳发球 谢谢发球失误 这样21比16 谢庆芳又胜了 第二局 这样两局的比分 分别是21比17 和21比16 谢庆芳以2比0 又战胜了德国的 第二端打 深刻朱利安 这样使双方的总比分 大比分变成了2比0 是中国队领先 那么运动员稍事休息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回到赛场 来看看双方的 双打比赛的情况